新赛季,切尔西的表现绝对是让球迷们感到欣喜的,球队不仅取得两连胜紧跟漫长力物浦的步伐,而且球队在比赛中提出的行云流水的足球也让人大呼呼引,重新得到重用的路易斯状态依旧出色, 而莫拉塔也在对阵埃森奈的比赛中打进了一粒漂亮的锦球,让人看到了他复苏的迹象,对于这一切,他们的新任主帅萨里绝对是鞠躬俱雷,他的足球理念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近期,在英超征战多年的西金伯特姆,在天空体育的专栏,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这名漫连青师出品认为 sorry ball的核心就是与他一起来到切尔西的中场若日尼奥,而埃加尔则是发力战术中最为重要的前场核心,真正的九号,他充当了纳布勒斯的莫腾斯的作用, 他还趁若日尼奥是真正出色的后场核心,只要能给他创造一点空间,他就能送出致命的传球,引导球队进攻,新的赛季切尔西的转变的确是显而易见的。 跟随分之的若日尼奥,当然,也仍然得到了发力的百分百信任,而他也用自己出色的记忆回报了球队,无论是热身赛师指挥坎克前查五秒后蹭出弹道给后者,还是连赛中强妙一蹭住阿龙所活的点球,都是这名中场才华的展现, 而埃加尔既连赛第一轮进步出场,十几分钟就完报哈正后防后,他在与阿森廖的伦敦德比中,最后的突破传中也造成了队友的绝杀,就连上赛,既被喷得体无完肤的莫拉他也在伦敦德比, 中正面击把穆斯塔菲等人掌握剑球,新赛季的切尔西,完全没有陷入一般换帅会出现的动弹中,而是以一种极具招技的面目完美的开启了新赛季, 当然,萨里对于球队的调教,在一些方面,仍然是需要改进的,不能升班颖套纳布勒斯时期的打法,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坎特的使用,坎特现在的踢法与位置, 与纳布勒斯的阿兰越来越相向,而大福全超带来的好处就是坎特新赛季,第一场,就铁树开花取得了进球, 不过不同的是,在一甲的慢节奏中,阿兰即使前插后,仍有充足时间,回到球队后场不防, 而在极快节奏的阴超中,坎特全插后,是已经不可能在对手反击时及时回到后场的了, 所以在伦敦德比中才会多次出现,贝莱林等人反击中下底盘中,而到三角线路的位置居然屡次会出现空挡, 如果不是奥巴梅扬角峰实在太差,获胜的就可能是埃森奈了。 在上赛季紧获第五,无缘欧挂的背景中,萨利紧接买了一个若玉尼奥,就将上赛季的班底柔合成了一支极具竞争力的球队, 而巴克利、莫拉塔、路易斯等人的复苏,无疑是让切尔西多了几名与球队无风对接的强员, 在挖掘球员潜力这方面,萨利的确是值得称道,而拥有庞大外苏集团的切尔西,需要的也正是这样一名教头来帮助年轻球员兑现他们的潜力, 毕竟帮索卢卡库、范拉赫、德布劳、内、伯特·兰德、巴巴拉和曼等才具人的惨剧,相信切尔西高层已经不会再想看到了。